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期待拿下牛魔人头 诸葛亮用二技能时空穿梭 巧妙配合大招 不断改变输出位置 使自己大招成为完美收割利器 AG超会剩下两人 这时关羽大招从侧面切入 准备和高剑离夹击JC 不料被雅典娜反推 AG超会何为之事被打破 诸葛亮又刷出被动 这在关羽思学之际 一发大招拿到四杀 紧接着法球重置 直击高剑离 最后一发东风破袭 怒收高剑离人头 豪取五杀 帮助JC一举团灭了AG超玩会 我们来看一下 荡浪的诸葛亮此时的出装 秘法之靴 试神之书 魅影面罩 试神之书 缩减了诸葛亮技能冷却时间 使诸葛亮在短时间内 释放出更多的技能 秘法之靴和魅影面罩 提供的法术穿透 大大提高了诸葛亮的技能伤害 配合试神之书提供的续航能力 使诸葛亮在战斗中 打出更多伤害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KPL春季赛第五周的赛程安排 您可以通过王者药游戏客户端 和王者荣耀助手 参与到比赛的竞猜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KPL王者荣耀职业联赛 以上就是KPL春季赛第四周 最佳击杀的全部内容 我是狂人 我们下周一再见